中医认为,湿气对人体具有强大的杀伤力,特别是南方降雨多,空气潮湿,很多人都有湿气,但是,有两种类型的湿气,一种是外部湿气,另一种是内部湿气,内部湿气主要是由于脾尾的虚弱,以及缺乏经验,气色运行不畅等所导致,内部湿度比外部湿度更难以调节。 那么,人体湿气中有哪些表现?针对这个问题,下面我们将详细说明。 一,头发油腻,湿气会伤害头发,湿气最突出的表现是头发变得油腻,如果一天不洗头都感觉到头发脏,而且还伴有脱发的情况发生。 这对男人来说尤为突出,因为头发很油腻,很快把气线就会往后移动,头发会越来越少,有些湿气比较严重的,甚至会失去大部分的头发。 从中医角度看,这是由于头部湿气众所引起的。 二,皮肤长斑点,湿气会严重损害皮肤,年轻时皮肤是白皙和细腻的,但不知它何时开始,皮肤变黄和油腻起来,而且长出了黄和斑,黑头,毛孔变粗,皮肤没有光泽等,可能被布也长满了各种错窗,皮肤变得粗糙,黏糊糊,不光滑。 三,眼带,肥胖,难以忍受的湿气会破坏外观的形象,可能会出现眼带肿胀,并且伴有严重的黑眼圈等现象,而且因为体内湿气重的缘故,人的体型也会起来变化,如腹部变大,身材变得越来越臃肿,尽管一直在努力在减肥,并控制饮食,但是外观形象仍然很难改观。 四,精神违拟,四肢无力,湿气重会使得精神违拟,由于体内湿气机制,从而对阳气造成一定的损害,从而容易产生疲劳感。 主要表现为,当精神醒来时,总是感到四肢沉重,头晕,无力,精神空虚的。 五,皮肤搔痒,湿气很容易引起全身或部分皮肤搔痒,病肠般有时诊的出现。 湿疹会让皮肤产生骚痒感,对身上和工作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 当体内湿气水平越发严重时,更应该多注意日常生活,为已适合多休息。 综上所述,我们了解了人体湿气重有哪些表现。 如果有上述的一些现象,就必须要小心了,这意味着身体的湿气非常严重,而且还伴有身体的其他不是症状,比想象中的更严重。 湿气重会让人感觉很糟糕,上形象、皮肤、头发、体型、甚至精神状态都受到损害。 所以,必须要进行趋势方面的和预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